大家好,我是封信子 今天是五一节咯 祝大家五一节快乐 五一长假肯定有很多人都会出去玩 我自从在院子里面种了花花草草和菜之后 就哪都不想去了 有空的时候就在院子里面看看天空 或者是看看我种的那些花花草草和菜 觉得也是挺充实挺美好的 我这个人是比较喜欢安静的 在假期人多的时候没有特殊情况 我是不愿意外出的 还是来我的小院看看 今天把黄瓜给管理管理 我顺便把黄瓜的腕也给掉上了 采用的是掉腕的方式 掉腕比较简单 只要在每一排黄瓜的上面 把它横一根杆子 然后用绳子系起来就可以了 要不然的话会需要很多棍子 然后黄瓜掉腕的话 我是买的这种掉腕的绳子 这个绳子好像是花签的那种 但是感觉不太好 有点滑溜溜的 不如那种麻绳或者是棉绳的好 这个绳子是我去年已经买的 就将就着用吧 在黄瓜的根部 第二片叶子到第三片叶子之间 给它寄了一个活扣 稍微套一下就行 然后就把这个黄瓜藤 朝一个方向把它绕到上面就行 顺时针也可以 逆时针也可以 看这个黄瓜都已经长上小蝸牛了 但是这个黄瓜苗的话还比较小 才一片两片三片四片五片六片 才刚长出七片真叶 所以说这下面的小蝸牛 我暂时不留 我要把它去掉 加这片小叶子才第七片真叶 所以这下面的蝸牛 我通通都不要 至少要七片或者是九片叶子 才开始牛黄瓜 太早了牛黄瓜 它长起来就直接储到地上 而且长了小蝸牛的话 它就会争夺养分 这个苗就长不好 所以暂时不让它长防寡 把这些长出来的须也给它掐掉 这个须很费营养的 每一节上面它都已经长出小蝸牛了 而且这个小侧牙也长出来了 小侧牙也要给它掰掉 只留阻径就可以 然后把这些爬藤的须给掐掉 这个苗柴长了五个真叶 上面的小蝸牛我就给它去掉了 这些卷须全部都去掉了 这个才一五三四五六 等它们长到七八片八九片正叶的时候 才考虑开始牛黄瓜 现在先让它长苗子 苗子长好了 以后借的黄瓜才借的多 才借的好 好了今天的黄瓜管理就是这样 先掉腕儿 然后打掉多余的小蝸牛和卷须 我是方兴子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